2月25日,星期二得道,早晨,我是新聞報導員,袁小碧 首先和大家宣布一則口消息 英格政府宣布將擴大BNO簽證計劃 允許在1997年後出生的合資格香港人直接申請簽證 英格政府昨日宣布將在2022年10月擴大BNO簽證計劃 被1997年後出生,帶父母其中一方擁有BNO身份的年輕人直接申請BNO簽證 最新的安排符合Damiang Green MP議員在各籍及邊界法修訂法案中提出條款 香港監察贊助人奧爾頓分爵 香港最後一個港督彭定康、Falconer分爵 以及聖奧爾本主教早前曾在英國上議院再次提出這個修訂法案 在一份部長書面聲明之中,移民部長Calvin Forster MP 他就說出現時BNO簽證計劃有漏洞 他就這樣說,填補計劃的漏洞是正確和重要的 所以英國政府決定容許18歲以上在1997年7月1日後出生 而且父母其中一方擁有BNO身份的香港人獨立申請BNO簽證 聲明指出新措施將於今年10月正式申請 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Bernadette Rogers就表示 我們樂於見到英國政府踏出勇敢和道德的第一步 擴大BNO簽證計劃,容許現在不被計劃涵蓋的年輕香港人申請簽證 香港監察在過去兩年來一直提倡擴大BNO簽證計劃 我們樂於見到政府踏出重要的第一步,填補現時政策漏洞 我們非常感謝由國會議員和公民社會組成的聯盟和香港人暫成一線 確保英國政府履行它的歷史、法律和道德義務 有為需要的香港人提供救生艇 這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在2019年社會運動、社會革命時 行得出來的有95%在1997年後出生 全部都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而他們很有可能因為年紀太小,未有財政能力 甚至乎他們的父母不贊成移民英國 於是乎他們失去了選擇權 如果現在擴大了BNO簽證計劃 他們就有了自主能力,想去英國便可以去英國 恭喜你們,期望在英國會見到你們 首先補充少少少BNO visa申請人數的資料 截至去年第四季,有1.56萬人申請BNO居留英國 數字比較於第三季來說便下跌了 而第三季的數字就是2.4萬人 而整個計劃累計申請數字增加到10.4萬香港人 在獲批數字方面,去年第四季總共有1.8600個香港市民 英國海外人士申請BNO visa獲得批准 而整個計劃在英國海外和本土的BNO visa 獲批數字分別上升了75,961宗和2.096宗 換言之至今已有總共9.7000宗簽證獲得批准 英國內政報指出,一如預期66%獲得批准BNO visa 發放給BNO護照或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 或同時有2本護照人士 而他們獲得簽證的受養人中有72%持有中國護照 上年總共有8350個BNO或特區護照持有人 在簽證特許入境許可 即ROTR情況下獲准逮留在英國境內 英國政府上年1月31日提供的BNO visa渠道 去到給香港人英國居留 第一季有34,300宗申請 第二季有30,600宗 而第四季總共有79宗海外BNO visa 申請被拒絕的個案 和一宗英國本土申請被拒絕的個案 是有紀錄以來第一次有申請被拒 下一宗新聞,香港醫療系統崩潰 李家超乘機中門大開給大陸醫護來香港工作 香港政府昨天公布引用緊急法定立新規例 賦予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可以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註冊 有關條例在今天起實施 政府給豁免來自大陸醫生和護士不需要符合有關規定 就可以來到香港工作 隨此之喊,病人偵測連線主席林志柚就希望 政府可公布獲得豁免大陸人員的工作地點等資料 並擔心如果有爭議的情況下 病人未必可如常向醫委會投訴 政府昨天公告,因應現時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 引用緊急法定立緊急情況 這是豁免法定規定2019冠狀病毒例的規例 賦予政務司司長可替預防、抵禦、阻言或以其他方式 控制指名疾病的個案或傳播 或治療感染指名病患的病人 在顧及各種矮規例之中定名的因素後 用書面方式批准豁免 容許人士或項目無需符合成文法規的若干規定 包括牌照、權限、批准、豁免、許可證、註冊、標準或規格的規定 嘩,是否很不明白內容是說甚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港共政府打算用緊急法 順便中門大開,讓中國醫護無條件進來香港醫人 過往中國大陸醫生不能在未通過香港考試 或執照規定的情況下在香港執業 但政府援引緊急情況規例下 他們便可以豁免來自大陸醫生和護士 不需要符合有關規定便可以來到香港工作 但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自由便向傳媒表示 擔心未經見有機制離香港工作的醫生 如果出現關於操守或資格爭議的情況下 病人未必可向醫委會投訴展開聆訊 林自由並且建議應給市民有途徑 可以區分大陸和本港醫護人員 例如透過穿著制服或名牌方式 以便協助市民和醫護在程序上有良好溝通 原本輕症患者在家裡家居隔離便能搞定整件事 但港共政府便要叫市民去醫院 引致所有醫療系統崩潰 正對,現在大家都看到醫療系統崩潰 所有醫護人員已受不了 於是乎乎乘機引入大陸醫護 至於整體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 在午夜時使用率去到88% 有7間醫院的床位使用率超過90% 當中明岸醫院高達108% 爆棚了 在半夜時病床不夠用 其次就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96% 之後就是伊利莎白醫院和馬德烈醫院 都有94%佔用率 至於整體公立醫院儀科住院病床 在午夜時住用率76% 其中屯門醫院和廣華醫院分別達到106%和105% 其次就是伊利莎白醫院錄得95% 下一則新聞 現在就有人傳檢檢之前 朗口可以由陽轉陰 一款含點的瘦口水現在就斷了市 在疫情下消毒朗口水成為搶手貨 很多間網店和實體店都是一款 含有最為銅點 即是Provide and Iledon 的瘦口水沒有貨 包括大型超市和網店都是缺貨的 至於檢測前瘦口由陽轉陰 其實是一個廣東中山市的親戚和香港市民說的 他就說當地很多人在強檢之前會用鹽水冷口 希望避免檢測陽性和被隔離 身邊很多人還在討論買朗口水 其實這是不是事實來的呢? 朗口水對於殺滅中共病毒SARS COVID-2 是否真的有效果呢? 美國羅格斯大學 上年的研究顯示 在實驗室環境下 里斯德林、必妥典、 以及含有個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的 和Perocell 朗口水都可以分解SARS COVID-19 的病毒 不過研究也說 必妥典朗口水和Perocell 朗口水都會明顯導致口腔上皮細胞死亡 證明只需要用朗口水朗口30秒就可以殺滅病菌 反應就因人而異 香港疫情蔓延今天新增的確診個案去到8798宗 昨日情報的個案有17269宗 再創單日新高 當局將於下個月推行全民檢測計劃 即是強制妖備 市民需要按出新年份檢測3次 總括簡單來說 你朗口是否可以由陽轉陰呢? 這是未有科學根據的 但美國羅格斯大學就證實了 Perocell 朗口水可以分解SARS COVID-19 的病毒 但就沒有明確地說 分解了是否真的可以由陽變陰呢? 現在要再等有沒有其他新的醫學報告去測試 下單新聞 叫人不要打針原來也犯了國安法 國安處拘捕黃店初刑支柴兩人 他就說他涉嫌抹黑防疫背角打針 國安處昨天下週拘捕黃角一間台式飲品店 初刑支柴的兩個負責人 消息說被捕人士涉嫌作出線動議陶罪 即是在社交網站發布抹黑防疫政策的言論 根據多份報章報道 兩個被捕人士分別是21和24歲女子 是飲品店負責人 他就這樣說 母肺變成Omicron已經變流感 不再攻擊下呼吸度 反而是像感冒病毒般上呼吸度感染 所以傳染得很快 只要Google一下就知道 世界各地已經解除防疫機制 也呼籲市民不需要打針 因為什麼針都完全預防不了 那為什麼香港政府死都要搞大龍鳳製造恐慌? 第一 推健康碼監察市民輸引 二 清了針賦他 有些政策實行不到就照逼 因為你們會怕 自己倒入圈套 當時就放風狗滑之後得中國針 最後又沒事 第三 推惡法防遊行 第四 報復香港人 以上所有Porns我完全認同 我也很多次在節目上說過 這間舖體位於旺角彌敦道的旺角中心 一旗一樓 現場消息說下午大約4時大批黑警圍風店鋪 拘捕並帶走兩個負責人 警方也搜尋這店鋪裡帶走兩箱物品 行動大約6時完成 這案件與阮民安上週被捕的罪狀相同 警方上週用同樣罪行拘捕藝人阮民安 指控也類同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當時說 羽民安從今年1月開始在Facebook大唱反調 大事抹黑政府防疫政策 宣揚打針不安全令市民覺得 嘩!原來政府對我做這樣的事 原來打針是準備叫我們去死的 這些論述 他自己出這些表面證據 構成煽動意圖行為地說 原來現在說自己的想法也犯了國安法 或者你說與政府論調相反的也犯了國安法 最後一則新聞 疫苗通行證昨天正式實施了 市民入商場等等地方 需要線數安心出行和隨身帶有針卡證明 昨晚露傳青衣城出現大型安心出行二維碼 即是QR Code 後 今天亦有網傳圖片顯示 銅鑼灣時代廣場Timesquare 有大型QR Code 好像廣告一樣懸掛半空中 青衣城的QR Code 網上瘋傳後 已經拆下來了 即是青衣城這單是真的 但至於時代廣場Timesquare 其實只是改圖 來自Instagram的帳戶 Sare Real Hong Kong 鐵文的標籤上寫上Made with Photoshop 即是改圖 這個帳戶不時用香港作為背景 配以超現實、誇張的改圖概念 創作不同的作品 想像之中 如果那個barcode掛到非常大 其實是否市民便可以 站得遠一點來刮呢? 因為其實我沒有安心出行 我就不太知道實際的操作情況是怎樣的 你們可否告訴我呢? 當然我絕對是不贊成素安心出這件事 這個說得很清楚 亦說了很多次 只不過是想和大家討論 如果那個barcode掛到這麼大 其實是否反而方便市民去刮呢? 既然它說得明 如果捉到你沒有刮 就一定會罰你 但其實上如果真的沒有人在門口看 大家可以做的事很多 今日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現在格拉斯哥落大雪 真是落得很大 但去到 evening 時 大概五六點已經散了 那些雪已經融光了 早上那時就極大風雪 其實落雪 不是每個都會包到種種的樣子 少比在去年落大雪的情況下 走出街玩 但真的雪大得很交關 我媽的眼睛都發得好像封住了一樣 其實那些雪很密很大 但是滴落自己的身上就變成水 於是乎就變成落冰雨 但是我走出街的時候 見到有不少男士都穿短褲 那時我就幾驚訝 因為真的幾凍下 再加上一些冰雨不停下來 發到腳會很冷的 它怎能夠穿短褲來走的呢? 但其實它們好像沒什麼樣子 我剛剛來的時候 就對於雪很有瘋狂的浪漫幻想 於是乎一落雪就馬上跑出去玩 但就有少少後悔 因為真的很冷 於是乎今年落雪我就不出去玩 我就覺得真的很辛苦 真的每次都病的走出去的時候 另外有聽眾就問我 如果去了英國可不可以拿回那個消費券? 其實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條款寫明 24個月內在香港生活過的就已經可以申請了 你去年用什麼方式扭消費券? 今年就是用什麼方式拿回的? 例如你去年申請用八達通的話 今年你也是自動用八達通轉帳 這樣有 所以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寫給我 我答到的盡量回答給大家 例如如英國生活那些 我都可以回答給大家聽 如果知道的話 今天就這樣了 明天見 祝你有個愉快的星期五 拜拜